賴下蘇上的風聲沒停過 但當事人聽到問題 不斷跳針提到賴院長 遲遲沒有鬆口表態 而另外一位被點名要接 副閣魁的陳其邁 似乎和蘇貞昌很有默契 在傳說有可能 你會跟蘇貞昌一起搭配 我想這個是補風作影的說法 男人口風都很緊 但賴清德辭意堅定 先來確定立法院臨時會 9號完成年度總預算後 10號賴清德就要提出內閣總辭 蘇貞昌保刀未老 戰鬥團隊也在醞釀當中 隔魁似乎拍板定案 蘇貞昌配成型是好事 蔡總統跟蘇院長合併之後 可以一起拼人氣 接地氣 要爭氣 蘇貞昌配的組合 剛好可以在老將的沉穩持重 跟新秀所展現的能力裡面 去做互相配搭 立委對未來新格只有一個期許 要接地氣 而黨魁也確定由竹榮泰接任 首先得要整隊調和黨內派系 還要面對五席立委補選 接著2020年總統立委大選的操兵問題 從此刻開始民進黨一直到2020當中 我會是一直跟大家在一起的黨主席 聲斷放軟 莊榮泰眼前挑戰不少 民進黨從內閣從黨魁開始整隊重新出發 三天新聞潘建 歡迎台北上到